嗨 伊甸園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剛剛出了一趟任務 剛好經過我們伊甸園的建地的這一塊園區 那就下來看了一下子摘的狀況 那在前一陣子看到了前面這一個設置 這是老弟的傑作 老弟將這一顆 他的最原始最原始的這一顆 玉核包荔枝 將它做矮化的處理 那矮化因為萌發了很多的枝條 然後我們的園丁老弟他又做了一個實驗 他在這一些的枝條上面 在截短之後再做嫁接 那我剛剛有跟園丁老弟確認一下 他這個嫁接到底是接了什麼處理的 那老弟大概說了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截短的嫁接 所以園丁老弟接了三瓶 第一個無核荔枝 第二個然後那個黑葉荔枝 再來第三他還接了鵝蛋荔枝 也就是說他現在將這一顆 玉核包荔枝 除了矮化以外 他要挑戰的是一棵樹一株四瓶 除了原來的玉核包以外 加了黑葉、鵝蛋跟無核荔枝 那剛剛我大概看了一下 稍微給他看了一下這個位置 好這個位置 OK這裡就很清楚了 各位好朋友就可以看到了 這一根的枝接的荔枝 已經萌發新娘 萌發新娘 那這個位置的萌發新娘 到底是什麼品系的話 還是要由超刀者 我們的圓丁老弟他才清楚 我只是確認 這一個枝接的枝條 應該是成功率相當相當的高 好荔枝的枝接 荔枝的枝接 對我們來說操作比較不多 因為我們常做的荔枝 我們通常是做高壓的繁殖 用時間來換取成功率 所以像這樣的枝接成功的話 應該也可以證明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枝接的功夫的話 圓丁老弟算是 應該是純熟的 那順便這裡也記錄一下 你看 萌發的這一些玉核包的新的荔枝的新娘 什麼東西在上面 看得到嗎 好多的荔枝春象的若蟲 像這一些若蟲都還是要再處理掉 還是要再處理掉 手工抓除或是肥皂水 或是等等之外的 其他的 若蟲越來越大隻 像旁邊一隻已經很大了 像畫面當中 現在正中間的這一隻很大 一直在吸食 我們荔枝的新燒的一個 荔枝葉 那像這樣的荔枝葉 如果它加量吸食的話 基本上這個枝條的成長 就會變得很不好 很不好 所以荔枝春象真的是 危害荔枝相當相當的嚴重 相當相當的嚴重 小小一個覆蓋的地方 總是會有荔枝春象的危害 真是非常的討厭 OK 那我現在再指一下位置 好 這個位置 指下這個位置 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 好 接的 老弟操刀 架接成功 萌發新娘的一個荔枝的一個枝條 好 那至於它是哪一款的荔枝 之後就由老弟來 幫各位 有興趣的好朋友 公佈一下 那底下還有很多 很多梗 那當初老弟架接的時候 他也是 把他剪下來的枝條 再蓋上去 他的這樣子的一個 架接操作的地方 也是純粹是在利用啦 我不知道他這樣子做是從哪個地方參考的 因為一般我們要做遮陽或是防雨的一些 我們會利用 比如說 廣告的那一種廣告紙 稍微帶一點 就是光滑面的做遮陽 然後防水的話有些時候叫塑膠袋 那石大膜、塑膠袋 或者是用廣告紙 這些都有可能 OK 只是隨手過去記錄一下 那再請老弟將他之前 架接操作的一個 分享的影片 再做連結給有興趣的好朋友做參考 那我們今天的這樣子的一個 臨時 臨時經過進來看的一個追蹤報導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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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